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看似大手大脚 不会精打细算 财富却越积越多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因为没钱的人越纠结钱 越不舍得花钱 而有钱的人越会花钱 懂得钱生钱 所以没钱的人要想让自己变得有钱 首先要学习有钱人的思维 财运好的人靠的不是运气 我曾有幸跟行业里的一位知名富人交谈了一次 她告诉我 没钱的时候 这五个建议可以让你越混越好 一 没钱别省钱 花钱投资自己 富人说 钱不是省出来的 而是花出来的 我问她 花钱谁都会 但花出去了 钱不是越来越少吗? 怎么还会变富呢? 富人笑着回答说 花钱分两种 一种是消费型的 一种是投资型的 消费是让自己得到短时间的快乐 而投资则是让自己增值 提高赚钱的能力 有一个乐商好事的方丈 有一天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乞丐来乞讨 方丈说 你帮我把这前院的砖搬到后院去吧 乞丐说 我只有一只手怎么搬呢? 方丈立马自己用一只手搬起一块砖 说道 我可以 你也可以 乞丐默默地搬了两个小时 才把砖搬完 方丈给了他一笔钱 乞丐便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乞丐来乞讨 方丈同样这么做 只需他双手把砖搬过去 可这乞丐白了一眼 气呼呼走了 几年后 那个单手的乞丐靠自己的拼搏 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 而那个双手健全的乞丐 他现在依然还是乞丐 方丈说 这就是命运 不是靠谁可以成功的 命运完全是靠自己来创造的 没有谁说谁 一辈子就是富人或者穷人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需要自己来创造 做想其成的人 不可能有好的财运 自强不息的付出 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 所以说 钱不是省出来的 结合自身的长处与优势 多多投资自己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二 没钱别巧取 巧取必有深坑 现在的人过生日 总喜欢许愿 希望自己能一夜报复 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富人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亦没有投机取巧的钱赚 那些巧取的生钱之道 并有深坑 比如炒股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翻盘 一夜之间赚起十万 这其实都是套路 仔细观察过股市的人 都会发现这种现象 明明已经是一只退市股 却仍在不停地往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有资金在操控 另外 有些不太看好的股 突然上涨了 十有八九 是机构在操纵 吸引散户跟风 所以 对于没钱的小散户而言 你其实 就是在给这些资本家做价一 如果你不懂操控 又没有好的人脉 透露消息 最好别被一点 迎头小利套进去 要清醒地告诉自己 赚钱没那么容易 越没钱的时候 越不要幻想一夜暴富 快速来钱 道理相当简单 数业有专攻 人家赚钱是因为 他们在某个行业 沉淀了数年之久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直到避开那些深坑和风险 而你因为眼红 看别人赚钱而跟风 等于两眼一抹黑 世上真不存在一夜成功之说 一个人短暂的高光时刻 其实是无数次流血流汗 努力积累的结果 而太多人只记得了 人家闪耀的时刻 却忘了成功需要付出 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所以 越是没钱的时候 越别想着走捷径 想着巧取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遏制不住那颗贪婪之心 必将自挖深坑 让自己栽大跟头 要说生活中最难的事情 借钱一定属于其中之一 莎士比亚曾说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 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 能借钱给你的人 借的是情义 而最后毁掉这份情义的 也正是因为借钱 妇人说 借钱能救急 但不能救穷 她在最窘迫的时候 没有跟身边的亲友 借过一分钱 因为她觉得 只有将自己逼到绝路 才能逼自己 想尽办法去挣钱 当然 现在借钱 不但需要跟人去借 各大网贷平台 如雨后春笋 纷纷冒出来 主动借钱给没钱的人 其中甚至包括了 还没毕业的学生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要知道 不怕人穷 就怕人穷还负债累累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轻易去借钱 也要坚决抵制各类网贷 有多大的脚 穿多大的鞋 有多大的本事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四 没钱别乱跑 专注你的工作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句话不知毒害了多少人 但细心去观察 不难发现 有这种想法的人 大多数是没钱的人 现如今 有钱人并不是天生的富二代 大多数是通过踏实工作 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 对他们来说 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 每天还没睁眼 该做的事情 已经排了一整天 哪有功夫去看世界 反观那些没钱的人 几乎不能踏实地 待在一个公司上班 任何不满的事情 都能成为自己辞职的理由 然后在那抱怨 生活太难 压力太大 好想去看看世界 事实上 这是一种逃避的现象 你旅游回来 就能改变现状了吗 除了更穷 一切都没有改变 对此 富人告诫我 没钱的时候 别乱跑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踏实地专注自己的工作 保证稳定的收入 一步一个台阶 总会慢慢变有钱 五 没钱别逞强 逞强必打脸 有一句话叫做 越有钱越低调 越没钱越爱显摆 人越缺什么 越喜欢显摆什么 说到底都是为了面子 但承认自己穷 真的很丢人吗 穿一千的名牌鞋 与几十元的地摊货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裸捐五十六亿的周润发 穿着人字托 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 身着各种华丽礼服 出席活动的张曼玉 生活中最常穿的是 地摊上的牛仔裤 这位跟我交谈的富人一时 眼镜戴了十年 身上的西装 最初创业时 就已经穿在了身上 所以 没钱就是没钱 没必要逞强 也没必要 打肿脸充胖子 那些真正的富豪 过得都是朴素的日子 而不是你透支消费 去经营的表面精致 总之 没钱不丢人 最重要的是 要有勇敢面对现实的勇气 亦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方法 俗话说 发财有道 想要拥有好的财运 我相信 富人分享的这五点建议 将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